他突然像鬼附身一样 嗨大家好,我是帕克,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书就是这本 由韩国作家赵南柱所写的《八二年生的金之音》 那这本书在中国是由大宇都品跟贵州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的 在韩国的销售上已经破了一百万册 可以说是2019年韩国现象级的作品之一 他的同名电影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有好寓意以及《治愈美》所主演已经上映了 这本书可能就是近年来在韩国正义非常大的极大作品之一 在电影制作的过程当中 青瓦台甚至有受到民众情愿让制作主中断拍摄这部电影 有很多女艺人在公开掌和表达自己在阅读这本书之后 都遭到了男子的抨击甚至恐吓 他们在公开掌和表达自己最近正在读的书 有八年的金之音之后呢 就是都受到很多很多酸民的抨击 其中大部分全都是男性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剧情 可能会有轻微剧透 大家谨慎观看 那这本书的女主角金之音呢 是1982年4月1号出生在韩国首尔的一个普通女生 那她的书的背面也有简单的写说 她成长于一个公务员的家庭 那她就是那种每天你会在马路上遇到的那种普通女孩 这本书简单来讲呢 就是蒋金之音从出生成长上学 交工作到恋爱结婚生子的一系列的平凡人生当中 遇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不平凡的身为女性 遭遇到的一些不公平 好比说家里从小的最好的东西 总是给弟弟他跟姐姐总是share一个房间 用一床被子 读书的时候被男同学欺负 或者甚至说霸凌 老师却只是说 啊男是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说才会这样子对你 坐公车被那些闲助手摸 然后摇忍气顿身 到了公司之后 经常要被上司毛手毛脚 下班要被拖去一起团建 或者是喝酒 对客户的黄色笑话 就还是要强颜还小 甚至说在匆匆结了婚之后呢 去应付公公和婆婆的话 然后要准备生小孩 生小孩之后要被迫辞去工作 然后在家当全职妈妈 因为这种大大小小数累积起来的 虽然在男性看起来是 not big deal的那种琐碎的压力 积压之下 金志盈他终于爆发了 那他不是说 变成一个歇斯底里的人 跟老公大吵架 而是说 他突然像鬼附身一样 时不时的会在各种场合 变成另外一个人 就另外一个 完全不是自己性格的人的口吻来讲话 就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在他们 韩国人过中秋节的家庭聚会 跟婆家的聚会上面 就他作为一个长男的媳妇 做了很多家务 那婆婆家的人都在那边吃吃喝喝 就他因为在忙里快累崩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他变成了自己 妈妈的口吻 就好像是被附身一样 那跟他的婆婆说 就你们家过节时过节嘛 为什么平时每次过节的时候 都要去你们家呢 你们觉得开心 可能我女儿觉得不开心啊 反正就是 突然这么一讲的时候 因为他平时都是一个唯唯诺诺 就是言听计从的儿媳分 突然间用非常犀利的 亲家的那种口吻来讲话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包括他公公婆婆 还有他小胡子 所有都瞬间安静 然后大家都蒙圈的时候 他老公就知道他老婆不对劲 就立马把他拉走 就离开那个家庭聚会 然后之后呢 金晶就会时不时的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有的时候会变成他妈妈的口吻 有的时候会变成他老公大学时 就是好友或学姐的口吻 就是用另外一个女性 完全不是他性格的人样子 来讲一些 平时完全不是他性格会讲的话 就他不是鬼附身 而是他的大脑因为压力过大 出现了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那之后整个小说 就以这种节奏和这个设定方式往下来走 那其实从第一页开始 这本书就是会让人非常的不爽 就从我开始看 开头开始看开始 我就是全神都处于一种 时时刻刻都要深呼吸的那种阶段 因为他真的不是一本让你看了觉得很爽 然后觉得很开心的书 他是让你看了让你真的是火大的书 你会觉得都21世纪了 怎么做个女人还这么难呢 而且重点是在于那些事情 根本也不像说是makeup 或者说是过于的dramatic 说说很很夸张 真的是很现实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觉得 比如说是金晶他婆婆 明明生了四个儿子 明明他四个儿子 屁事什么都不做 所有的事情呢 全都是儿子的老婆 就是儿媳妇来做的 然后呢 但是他婆婆在外面 一天让我跟别人劝牛逼的时候 就会一直讲说 幸好我生了四个儿子 所以才像这样 吃儿子煮的饭 让儿子烧的炕 真的至少要四个儿子才行 但其实 所有正在煮饭 烧饭 铺棉被的人 都不是奶奶的宝贝儿子 而是她的媳妇 金晶英的母亲 五美淑女士 但是奶奶却总是当着大家的面 夸儿子 从来不夸自己的媳妇 就是金晶英有个姐姐 姐姐出生的时候 他妈妈因为没有生了儿子 觉得很愧疚 所以只是抱着姐姐哭 之后金晶英又出生了 他妈还要跟他爸道歉 一直到后来 生到弟弟为止 才觉得 好像做过了事情 金晶英因为生了孩子之后呢 新生儿每两个小时 就要喝一次母乳 完全没有办法休息 孕妇刚生过小孩 本来就累得要死了 但是没有办法 睡上一个好好的觉 还要做家务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净 还要给下班回来 老公准备完饭 金晶英就累得神病了 然后他去看医生 这个医生 一个老头 跟他说什么呢 以前我们可是拿着木棍 敲打衣服来洗的嘛 现在洗衣服有洗衣机 吸地还有吸尘器 现在那女人到底有什么好辛苦的 老粉都知道 我是一个兴趣广泛 爱好众多的人 就是除了写小说之外呢 我的有一部分的工作 还有英语教学 我在上海有很多韩国的学生 我能说我教过的每一个学生 他们的妈妈全都是全职妈妈 他们跟丈夫来到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一起生活工作 每天带着小孩 然后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 然后通常好像好多都是二胎 就生两个 我是由衷地从内心敬佩他们 他们不仅会把小孩的功课 顾得很好 把家里顾得很好 一天三餐顾得很好 整个家的就是卫生顾得很好 还要在顾在陌生国度 完全语言不通的生活 你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 我去一个学生家里上课 学生是个小女孩 学习的时候是在专门有的学习房 然后从学习房走去客厅的时候 就发现客厅的气氛不太对 因为他有一个弟弟 然后原来这个小女孩的弟弟 把他最喜欢的一个水晶球给打碎了 这个水晶球是爸爸刚刚新买给这个姐姐 就是我学生的礼物 然后那小女孩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顿时就爆炸大哭 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学生 当时他大哭我也就是就有一些手指不错 然后我看到他妈妈站在一边 就整个年就很疲惫 就是很显然妈妈已经因为弟弟 把这个姐姐的水晶球给打碎 已经痛骂过他一顿 然后地上全都是水晶球的碎片 然后厨房就传来 做饭的就是食物的味道 然后那天呢也是个阴天 然后灯光呢也有点昏暗 然后你看那个屋子里面只有我 然后那个疲惫的妈妈 还有一个大哭的孩子 还有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弟弟 就是我们四个人站在那个房间里面 当下那个气氛我觉得 就其实也挺让我窒息的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清楚 我感觉那个妈妈眼中里面含着泪 因为我可以理解到他真的是太累了 忙了一整天还要顾做饭 还要顾小孩 结果弟弟还在捣乱 姐姐又哭哭 你知道吗 所有的压力聚在一起 真的是很让人崩溃 那我作为一个outsider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当下我有安慰那个女孩 我就帮她擦眼泪 我说it's ok 弟弟就不懂 然后下次老师过来 会不会再给你带礼物 就安抚好那个小女孩 然后就跟他们说再见 然后关上门那一刹那 我真的觉得当一个妈妈很不容易 所以这本书 就是说金正英这本书 他呢 论小说的写说记忆 或者说是小说的精彩程度 他绝对不是一本 会让你读了之后 觉得畅快淋漓 哇好精彩的小说 没有什么花销记忆 跟华丽的积蓄 但就是因为他的无奈跟现实 所以才成就了他这么大的争议心 以及百万销量 我是觉得每个女生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 并不是说他是一本畅销作还是怎么样 而是因为如果一 你是一个跟他有类似遭遇 或者相同遭遇 或者有比他更惨的遭遇的人 你看到这本书之后 你会发现 你不是一个人 but you're not alone so 你会觉得 你不是一个人在面临这个恶心的世界 很多人说 他太戏剧了 他把所有乱七八糟的遭遇 都总和在他一个人身上 哪有女生会有遇到这么多烂七八糟的社会不公的概率啊 ok maybe you're right 我觉得小说他只是把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个人身上 但并不代表现实社会当中不会有比他更惨的人 真正的生活比小说还来的刺激 所以一定是有比金之音欲不公平待遇的女生 所以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人 那你看完这本书你会知道 所以 be tough 然后第二个很幸运很lucky的事情 你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 金之音所经历过的那些社会不公的女生 你从来是被呵护着被爱着长大 那我觉得你更需要看一下这本书 你看完这本书的原因就是你会知道 你现在的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每个女生也不是一辈子都可以做被家人 爱护着的小公主 那你总会一定要去考虑恋爱 结婚生子工作这些事情 当你要去面临人间那些抉择的时候 你是要成为金之音 还是你不要成为金之音 还是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看完这本书 你至少会有一个对自己的起思 都会摆成为金之音 在家里面的灯源中的独адн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